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技能提高了赵云的生存能力 每次残血逃跑的感觉不要太爽 破云之龙 赵云快速刺出龙枪 对前方范围的敌人造成物理伤害 逃跑时不要慌张 先调整好破云之龙的方向 再释放技能 让那些想杀你的敌人吃成去 当然这个技能用来追击敌人也是相当的不错 同时这个技能还可以穿墙 大家实战的时候不要忘记哦 金雷之龙 赵云直枪冲锋陷阵 对前方直线路径敌人造成物理伤害 赵云的核心输出技能 拿着枪对着敌人的菊花一针乱捅 瞬间打出非常高的伤害 尤其出了黑色战斧之后 天翔之龙 赵云跃在空中 向地面目标发动雷霆一击 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物理伤害 并将其短暂击飞 当敌人要逃跑的时候 可以用来击飞控制敌人 同时也是个开团神技 主点金雷之龙 次点破云之龙 有大点大这样一个加点方式 虽然破云之龙有位移效果 但是伤害不是很高 金雷之龙则是赵云的核心输出技能 这样可以避免在前期干客的时候伤害不足 召唤师技能 眩晕 在未解锁眩晕的时候 可以带斩杀过度 眩晕90秒CD 眩晕身边敌人0.5秒 并造成减速效果 眩晕增加了他的控制效果 提高了前期干客的能力 以及在团战中的控制能力 要不然开了大飞进去 出不来可就惨了 推荐出装 前期神术之静加残暴之力 中期转出抵抗之静加黑色战斧 后期补足破军 不祥之兆 冰霜之心 霸者重装 赵元本身比较脆弱 同时又是一个战士 所以出半肉半输出的装备最合适 这样不仅能让他的生存能力 突袭敌方后排时也不会缺少输出 赵元这个英雄 还是比较害怕控制的 所以要出抵抗之静 黑色战斧 破军则是他的核心装备 如果敌方英雄的魔法伤害过高 可以把冰霜之心和霸者重装 换成振奋之铠和女妖面纱 在游戏前期 要利用自身的高机动性去干克敌人 敌方逃跑时 在没有打招之前 先利用破军之龙接近敌人 然后接上金元之龙 对着敌人菊花一阵乱统 敌方再次逃跑 利用破军之龙继续追击 这里和大家说一下 赵元的金元之龙 是可以通过移动角色来取消的 在前期打完野怪 升到两级之后 要需要看一下小地图 看看对方有没有压线 选择最近的一条路进行干克 如果你带的是 游戏加强队友的配合 是很容易击杀对方的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尽量不要和打野英雄抢野怪 会导致他们不能快速升到两级 当你使用大招 攻击战在移动的敌方英雄时 不要直接对着敌人释放 特别是有位移技能的英雄 可以通过预判 往那逃跑的方向释放 不然很容易造成空大 赵元可以用破元之龙 加天祥之龙 来跨近近乎一个屏幕的距离 快速赶到战场 所以大家残血时 遇见敌方赵元要果断逃跑 不然菊花不保 同时赵元的破元之龙 和天祥之龙 不可以直接释放 抬张好性能的释放方向 不然很容易放空 例如这样 还有这样 甚至还会突到小兵身上 团单的时候要紧盯敌方后排英雄的位置 然后看着大招飞过去击杀对方后排 这样往往可以改变整个战场的局势 赵元的大招在团单的时候用来后手 释放的时机一定要把握好 如果敌人扎堆在一起 要果断飞过去 可以瞬间控住所有人 配合队友将对方英雄击杀 这个时候不要打残血的肉盾 优先输出存活的后排英雄 这里有个地方需要注意一下 团单的时候 你用破元之龙追击敌人时 一定要把技能的释放方向 你像你追击的那个英雄 不然很容易突出到另一边去了 在后期的团单中 可以用大招来分割战场 把敌方的前排与后排英雄分开 然后找到敌人的脆皮英雄追着打 分割战场 从而应得整场团战 赵元这个英雄的优势 在于高机动性 前期干客和支援的速度十分快 大刀的先手及切后排的能力非常强 开弹的时候 只要紧盯敌人的后排英雄 然后找准机会上吹乱捅就可以了 但是赵元的弱点 也在于他是靠技能吃饭的英雄 自身较脆 在打肉盾的时候略显无力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欢迎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